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数字货币方面 昨天比特币上涨400美元 目前价格大约是在11000美元左右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热门话题 照重点就是来说一下金融产业与实体经济的一个联系 那么可能大部分听众朋友也好 咱们的客户也好 都会觉得金融行业是一个非常赚钱的行业 似乎里面是有的数不听的机会 随时可以一夜暴富 好像人人都想去加入金融行业 但其实呢 我个人觉得呢 很多时候啊 这个大家的有一次误解 其实金融行业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高大上 其实它本质上呢 也只是一个服务行业 它服务的什么呢 服务的就是买家与卖家 说白了就是呢 一个资金的桥梁作用 我之前说过很多遍 其实呢 金融行业呢 和这个我们说的房屋中介 三体公司 或者说说白了这个饿了网 点餐网 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 本质上呢 都是一个呢 我们叫做的是这个中介性质 也就是呢 服务这个buyer和seller的一个中介 那么既然是中介所起到的作用 自然呢 就是一个沟通和纽带的作用 那试想一下 如果没有金融行业 假设一个公司要钱 那它要去融资 没有银行 那它很有可能需要一个一个电话打给朋友 打给朋友的朋友 去问 谁有钱能借给我利息多少 还款时间多少 那么其实像金融行业 不管你是银行 证券 基金 保险等等等等 就是把各种需求集中在一起 然后呢 系统性的给另一边做出答应 或者说做出他们想要的结果 所以说呢 金融行业其实呢 是能够系统性的 或者说呢 能够有效的提高实体经济的这个运行效率 但是如果脱离了实体经济 我想说的是呢 那很多时候金融行业就是纯粹的炒作 或者说呢 是靠着梦想在过活 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之前的这个我们知道的乐视 就是之前整天是发布各种PPT 吹嘘他们的梦想 那么最后 没赚钱 资金链断了 倒了 包括像现在的这个数字货币 比特币 虽说呢 大家是觉得比特币去中心化 有这个完全的数字数据链 不会遗漏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毕竟现在 如果数字货币并没有一个背后的实体在支撑 没有一个实体经济 或者说是实体的行业在支撑 那么只能说它只有三种可能 泡沫 炒作 或者是活在梦想中 所以我个人观点呢 就是呢 金融能够帮助实体 实体需要金融 但是如果脱离了实体的金融 那么就变成一个纯粹的炒作和娱乐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金融是一个高高在上 它就是服务业 咱们就是服务员 把这个厨师的菜和客户要点的菜呢 做一个沟通 让他知道今天什么菜好吃 让同时呢 让厨师知道客户的口味是什么 这个呢 就是金融行业所处的一个地步 好了 今天我们再说一下这个美国指数 我们知道呢 美国在过去三天连续每天都有出现了250点以上的大跌 那么在上周的时候 或者说在十天之前 当时美股下跌10% 得到了快速的拉升 但是不幸的是呢 在过去的三天 又从26000 接近于26000点的高度 又下跌了1500个点 我们今天就是要说 这第二次的下跌 问题比第一次要严重很多 如果从图形上来看 虽然这个日线图上呢 现在美股依然是在关键线上 但是我要说的是呢 如果是一次性上去 问题不大 但是一次上去之后 没有到前期高点又一次掉下来 这个在技术图形上来说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小小的双头图形 那么一旦出现了双头 那么很容易就会联想到有更大的下跌幅度 所以毫无疑问的是美股已经从上涨回归到现在的一个震荡行情 美联储之前也说到 美股可能存在着较高的溢价 换而言之就是说 过去两年涨得太快 这个泡沫有可能需要积极 所以说在美股回归到上涨趋势之前 在它没有震荡完之前 我们暂时需要小心谨慎 那么由于美国股市震荡影响到其他一系列的产品 我们都需要在近期重新来考虑 比如说像这个恒生指数 A50 澳洲200 等等等等 反反复复 大趋势 市上涨没错 但是现在在中期 在短期 它们出现明显的回调和下跌趋势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今天晚上大家注意一下8点30分 英国建筑业的PMR 到了晚上9点钟的时候 是英国央行行长将会发表讲话 到了晚上12点30分 是加拿大GDP数据 所以今天晚上对于英镑和家园的客户来说 将会特别波动 大家一定要小心 那么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名 我们在下周五再见